今天呢要使用这个毒枭来清洗一下我的厨房 那我一个礼拜大概是煮四天左右 看一下有一些什么虫虫的 还有一些油垢 那等一下我们就用这个毒枭来处理看看 好然后他这个使用呢是要先摇一摇 然后上面是有耐心 所以他会有一个镀膜的这个功效 好这样子的量就够了 等一下就把它擦掉 好那我们静置一下下呢 先来擦擦看这个刚才喷完的这个部分 油垢呢基本上是已经一擦就起来了 因为这个旁边我们平常不可能去注意到 所以这个地方轻轻一擦 好够就起来了 它重点就是它要有一个镀膜的后续 所以就是希望用完之后呢 比较长的时间呢 它不会再那么脏 它用完之后很好清洗 那当然等一下我们要做第二次的清洁 用那个湿的抹布再把它处理一下 好然后刚才呢已经用菜脖布 先把比较油的地方先刷过了 好那我现在是用那个抹布最后的处理 这个上面也还要再擦一下 第一回它的那个油垢的部分已经不见了 好它的涼面出现了 好它的涼面出现了 好了终于清洗完毕看一下多亮 有没有上面的那个油垢都不见了 太棒了 我喜欢这样的厨房 然后也推荐各位可以去用一下毒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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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